大家好,我是Cherryl 這邊是A2,我們兩個都是新來的名菜 這邊就是我們的提案 協學喵星人的部分 簡單來說,我們的關鍵字就是 具有生物背景 貓狗一起的生物 生態相關從業人員 這邊的話,我們主要想做到 是希望可以讓學生人 透過一個同一個平台去記錄 他的生活軌跡,然後提供任養相關的一個功能 我們包含 任何一般民眾 大眾都可以使用這個平台 那初步的部分的話,我們會先 以浪貓作為記錄的對象 那因為相較於浪貓,浪貓比較 相對之下比較穩定屬性 那我們可能覺得這部分比較容易推廣 那一開始就是會是 預計從台北市做為推廣起點 希望未來可以讓全台灣的 所有大眾,有興趣的大眾都可以使用 那現在類似專案 已經有露莎社,然後iNature 跟台北市都包出了一個計畫 露莎社的部分的話,是他本身 就是在收集被入廠的 就是被輸,很擰過的生物 那他們其實同時也有在記錄一些 浪貓的一個點位 但他們其實沒有記錄到很細 就是網格的狀況 然後iNature他們主要是說 針對所有生物,然後動保存 就是沒有公開,上未公開的計畫內容 那我們第一階段的話呢 主要會希望就是先 建立一個註冊資訊 使用的註冊資訊,問答 還有一些記錄欄位的設計 然後還有分布地圖的呈現跟照片上傳的功能 那第二階段就會希望可以有 浪貓故事地圖,個人化的一些功能 然後就是帶動 就是比較有效率的一個任養 一個後續的一些功能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就會有簡單的第一階段 一些我們有初步的設計 這邊是註冊資訊,然後問答的部分的話 會希望就是對浪貓這一塊 比較有些了解的人可以加入 然後提供我們一些適合的問答 然後這邊是調查紀錄欄位的一個初步的規劃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操作規劃 大家之後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 那剛剛有提到的就是三個 目前有的專案 我們預計也是可以在我們的專案裡面 把資料匯入 後續的話會希望就是再提供 把這些資料提供給陸沙社 因為有跟他們初步接洽過 他們在貓狗這一塊的資料其實相對比較缺乏 所以暫時還沒有辦法做比較深入的研究 希望提供給他們 那目前的話就是 有六大生物資料庫 機關就是有建立一個生物公共性資料庫 公共產的系統 那未來會希望把我們資料開放到這個系統裡面 那基本上我們的願景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可以讓野生動物跟蘿蔔 都有最適合我們的家 好,那我們這邊希望可以徵求對 城市開發,就是有背景的一些人 加入我們,那也有就是 有興趣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們 這樣,這就是我們聯絡的方式 對,那是給大家 好可怕 我來的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都由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有一個 谢谢观看